2020年10月22日,全世界現在總共的確診數目是有4145萬2000多 新增加了427000多,死亡方面是現在的,超過了1135000多人,增加了6600多人 最多新增的地方,仍然是美國,增加了57000多個的新增確診,去到857萬多 死亡方面,現在他們報仍然增加了1100多個,去到227000多 接著第二個確診的地方,就是印度,增加了56000個,去到775000多人 死亡方面,他們大約是美國的一半左右,是36000多 接著有英國,法國,西班牙,俄羅斯,意大利,紫克,德國,荷蘭等 在歐洲國家都是過萬的,分別是英國多了26000多個 法國也是26000多個,西班牙16000多個,俄羅斯15000多個 意大利15000多個,紫克14000多個,德國超過1萬,波蘭超過1萬 而印度亦增加了56000多個,在南美那邊有巴西多了23000多個 和阿根廷多了18000多個,可以說現在的疫情是非常嚴重的